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地放闪与秀恩爱 把他们之间的爱情曝光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处于热恋之中的马国民 更是积极地参加女友汤洛文母亲的生日宴 还陪未来的岳母一起切蛋糕 甚至汤洛文的父亲汤震宗 也是亲自回应对未来女婿的满意程度 形容女儿汤洛文算是捡到一个宝了 绝期日汤洛文在自己的媒体账户更新发文 告诉大家九点见 希望能在九点开直播与大家互动 当然这么重要的事情 男友马国民也是呼吁大家 记得收看女友晚上的直播 正当网友们开始起哄的时候 一人肖正男 也是熟悉汤洛文和马国民私生活的好朋友的样子 在汤洛文的发文下留言 哇 又开始秀恩爱了 这样的好老公哪里找呢 而此时的肖正男似乎意识到自己说过头了 于是故意又改口留言道 不好意思啊 应该是男朋友 男朋友啦 而且还配上了几个坏笑的表情 大家看到之后 于是纷纷查看 马国民和汤洛文到底是夫妻还是情侣 正当大家热议时 汤洛文也回应了好友肖正男 朋友你好烦呀 汤洛文的回应更加确信了 他和马国民似乎已经登记结婚了 就差对位伴酒席 汤洛文没有否定 而是甜蜜的回应了好友 另外 其实肖正男和黄翠如 其实也是秘密登记结婚的 而黄翠如又与汤洛文之间 有着极好的闺蜜关系 所以当肖正男这样子 对汤洛文开玩笑时 大家纷纷猜测 马国民已经和汤洛文登记结婚了 不过这样子更好 毕竟两个人频繁秀恩爱 而且这么甜蜜的爱情 结婚也是应该的 更何况在汤洛文这个大家庭来看 家人早已经把马国民算成 大家庭里面的一员了 汤洛文此前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自己并非拍散脱的材料 每次拍脱都希望可以长久下去 虽然未有马国民讨论过 但自己是以结婚为目标 被问到马国民有何优点时 汤洛文显得有些害羞 他指自己十分欣赏对方的孝顺 即为人淡定 因为自己比较容易慌张 与马国民一起时就会感到安心 此前是有男人圆的汤洛文就凭着五大特质 成为网友心目中的完美老婆 首先外表亮丽甜美 汤洛文有着长腿锅欠尼之称 是娱乐圈中的美人胚子 更有亮汤这一外号 高颜值这一点自然不容质疑 他曾在2012年参加香港小姐大赛 进入决赛六强并囊括了现场最受欢迎加厉奖 美丽升华大使奖等多个奖项 其次是学历高 汤洛文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伦敦大学学院 主修心理学 同时他还掌握多门语言 英文 粤语 普通话 日语 转换自如 另外汤洛文也并非高冷系美女 而是性格亲切爽冷的暖心姐姐 在圈内人员几家 她与家人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常常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家人的合照 闻心幸福 与此同时 汤洛文在影迷心中的形象堪称完美 在处女作《爱回家》中 她饰演的李思思一角 深受大众喜爱 而之后的多部剧中 也多为平易近人的角色 也令观众对她的好感度蹭蹭上升 绯闻少也是观众 对汤洛文称赞不绝的一个点 如航近十几年 汤洛文只公开过一个位男友 罗天宇 而两人的拍拖时间也长达四年 之后 汤洛文一直保持单身贵族的身份 甚至没有绯闻 网友大赞 做女朋友 或者老婆都特别适合 汤洛文出生于香港演艺世家 父亲是曾以外来妹 封神堡在内地所红艺时的香港演员 汤震宗 叔叔则是观众较为熟知的香港演员 无线无虎的汤正义 从英国学生归来之后 汤洛文开始进军模特界 2012年他报名参加香港小姐大赛 成功晋级当年的总决赛六强 并于同年与香港无线电视台签约 开启演艺事宜 汤洛文的作品并不算太多 饰演的角色也都是女三女四之类 戏份不多的角色 2013年汤洛文出演入圈后的第一部作品 TVB时装 蜀境喜剧 爱回家中的邻家女孩李思思 值得一提的是 汤洛文曾在2017年播出的TVB剧集 《心理追凶》中与马国明合作 饰演马国明的女友 当时马国明与黄欣颖刚刚开始拍拖 所以两人并没有擦出什么火花 除了演戏 汤洛文也尝试过综艺节目的录制 2013年汤洛文与红颖城 黄翠如 共同主持由香港TVB制作的旅游节目 《走过浮华大地》 2014年他赴内地加盟浙江卫视 《我不是明星》节目的录制 凭借着初四的表现 成功晋级第五季总决赛 2015年汤洛文与张秀文 麦美恩等录制无线游戏节目 《学是学非》 主持经历也算是丰富 去年 由于黄新颖卷入安心偷食事件 《法正先锋4》戏份宣布重拍 成为了汤洛文的影视业的一个转折点 汤洛文顶替黄新颖的角色 获得了出演大制作《法正先锋4》的机会 播出的新剧《丫鬟大联盟》中 女一黄新颖的戏份大量被删 女二汤洛文也变相成为了女一 获得了更多的出镜机会 今年汤洛文更是首次以女主角的身份 搭档当红小生 肖正男合作拍戏 事业更上一层楼 在两人的恋情曝光后 拿着双重身份牌 马国民旧爱 汤洛文闺蜜的黄新颖 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我祝福她身体健康平安 同时表示 她私人的事情留给她私人来回答 《丫心事件》男主角许志安 也于6月15日正式复出 复出的首站是ViuTV 15日晚上7点 她为ViuTV节目Chuck Love 进行录影演出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抛出了过去14个月的心声 她说以前的事过去很久了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对我来讲 这件事是一道伤痕 提醒我不要忘记这件事 在未来我会做得更好 6月16日深夜 黄新颖在社交网站上更新动态 疑似回应许志安公开露面复出 马国民公开与汤洛文的心理情 等一系列近日发生的事情 她抛出一张窗边的海景图 并称 最近很多人发消息 问我还OK吗 这段话可以总结我的心情 图上配上一段英文心灵鸡汤 她文中写道 有人真的爱你 对你嘘寒问暖 但有人只有能力陪你走高山 却没有勇气和担当 陪你走低谷 最后恋你大失所望 有的人和事 你本以为很重要 非要不可 但到了这些重要关头 原来只是轻如鸿毛 她常人生 必然会遇到很难解决的逆境 但只有你走过这些劫难 才会发现 这并不是人生的极限 而心情大量的马国民 近日为无限聚集开工 被记者问及 对许志安付出 是什么态度 她心胸开阔地说 希望她没事 这件事过去了很久 大家都要向前看 从来都没有生气 也没有生新颖气 事情发生后 很快就没有生气 不要重新拿出来讲了 希望安仔付出 可以有个新开始 新颖都有个新开始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希望她都能找到另一半 事业上能够再做得更好 她论文与黄新颖 两人的交集 可谓是非常奇妙 两人于同年 报名参加港节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 来到了总决赛六强 当时外表甜美出众 又有新二代身份 加持的汤乐文 备受关注 决赛前 汤乐文成为众矢之地 被其他家里群潮 生活邋遢 爱乱扔衣服 因而在观众心中的印象 减分了许多 指扑六强的汤乐文 一度哭到眼中 有人曾在港节官网留言 称亚军黄新颖 是幕后黑手 但黄新颖对该消息 表示惊讶 也极力否认 之后黄新颖的演艺事业 也算是顺风顺水 得到TVB的力捧 常常出演剧中的主要角色 私底下 黄新颖与汤乐文 其实交情不错 去年未爆出 安心偷食事件时 黄新颖在30岁生日拍队上 大搞校服拍队 在这个重要时刻 好姐妹朱千雪 汤乐文 高海宁等 都换上了校服 变回学生妹为其庆生 而当时的男友马国明 则穿上了学生气十足的 红外套 青春活力 在派对上 黄新颖特别感谢闺蜜 汤乐文帮忙筹备了生日会 表示感动死 当你觉得要搞party 好stressful 要开工又无时间普论的时候 有人跟你讲30岁哦 大生日来的 我帮你准备了 多谢汤乐文小姐 可见两人私下的交情不浅呢 但安心偷食事件曝光后 汤乐文接手了好几个 黄新颖的角色 到如今牵手新颖的前男友 银二人对他们俩现在的姐妹情谊 多了几分好奇与猜测 和闺蜜前男友相恋 如何面对黄新颖 汤乐文在接受采访时 以脸认真的回答 我们也没有想过 见到新颖是否会尴尬 暂时不会想 稍微发声 也不懂回答 不管怎样 汤乐文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